传统市场除了摊位连进货区都仔细消毒 陆军六军团33化学兵群沿着马路来喷洒消毒水 包括汉马车等各式消毒车辆也都出动 桃园全市大消毒至少已经出动3675人消毒近8000次 上圈人潮热点更是加强频率 另外因应布立桃园医院扩大回溯 居家隔离14天起满之后要安排裁剪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也连夜将货归屋改造成机动筛检站 数量也会随需求来机动设置 上午由不知不公会等四家业者一共捐赠了10800个N95口罩 以及三台紫外线消毒机器人要送到桃园医院 来立体在第一线辛苦执勤的医护人员 院长徐有年用视讯的方式来接受捐赠物资 也相当感谢各界不断涌入的爱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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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